蝴蝶结一双水汪汪大眼 开心看着镜头 才刚满周岁 一家三口幸福拍沙龙罩留念 平时也会记录女儿生活点滴 活不可爱的模样 如今只能留在手机相簿 因为一场车祸 宝贝女儿现在躺在家户病房昏迷中 让爸妈自责又心痛 女童爸爸认为警销人员在事发当下 没有积极抢救 反而要求妈妈先确认身份 质疑是不是有延误救医 消防队还原救护经过 上午10点08分获报 三分钟后赶到车祸现场 接着远警也抵达 10点16分将女童送医 救护过程不到10分钟 当时女婴是抱在妈妈的胸前 所以一开始我们救护人员 是没有办法直接目视到女婴的脸 依我们的流程 就是问小朋友意识是否清醒 没有说他没有问有睡着这件事情 另一方面三重分局警方 也拿出监视器澄清 当时要送母女上救护车之前 远警有先询问当事人年龄资料 但过程只有大约13秒 没有延误救护 上班上救护车后 于车门边询问连级资料 随后立即送医 本案远警处理过程 何无缺失情形 召集延误救护警消出面说明 但意外已经发生 无法挽回 爸妈只能每天陪在女儿的病床旁边 希望心肝宝贝赶快醒来 TV身高者黄金边新北市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